各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宣告我们的信仰 来启读使徒信经 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坐在全方 父上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同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欢迎我们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欢迎各位弟兄姐妹 来参与今早的 主日崇拜 愿神继续施恩赐福与你们 我们要欢迎 两位弟兄姐妹 来参与 我们要欢迎 今天早上有两位新朋友 第一位新朋友 叫Mr.T.郑金安先生 第二位新朋友 是Mr.Lam Yin Fen 她从新西兰 我们来欢迎第二位新朋友 Mr.Lam Yin Fen 她是来自纽西兰 我们今年的圣诞欢庆崇拜将在明天二十五号早上十点在本堂进行 明天的讯息将会由张丽与牧师来分享主题是超越时空的喜讯 我们也鼓励各位弟兄姐妹能够携带你们的亲朋好友来一起参加这一次的圣诞欢庆 我们也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和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来参与明年的祷告会 我们 shall continue our Bible class featuring the topic of experience God please take note that the Bible class will be conducted on physical manner in the church on 13th of January 2024 Saturday from 8.30am to 12 noon 我们2024年的信徒栽培课程不再一样将在1月13号星期六早上8点半至下午12点在本堂进行 我们2024年的地坛不再一样课程将从单元九接着服从体验神开始 读经是每一个基督徒灵命成长的需要 然后2024年的读经表也已经出路了 请在招待处说取 神说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鼓励各位弟兄姐妹照着荧幕上的方式来进行奉献 你所摆上的一切将会作为主的圣功用途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可求天父欢喜约纳我们今天所摆上的一切 十一奉献和奉献 也可求天父继续赐给每位弟兄姐妹聪明智慧 来去明白特别是在管理钱财的方面上 可求天父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指导 来去好好地管理我们的财务 让我们接着这个财务能够继续地祝福其他 还有继续地做主你的圣功用途 可求天父祝福我们每一位的奉献 让我们能够继续地供应我们每一天所需求 可求天父赐下你的平安在我们心中 赐下你的恩典在你的话语 也可求你的慈爱和你的喜乐 也继续地住在我们灵里面 通主耶稣的名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唱奉献诗古人喜乐 古代人们喜喜乐 仰望尽心做引导 写乱环境磐环彩 灿烂归光前如草 救主使我既族 救主使我既族赐 醉水尽心心 追逐道 第二节 他们缓然心愿路 走向卑微马 旁旁 举行亲身 共敬拜 天人为一大君王 救主使我既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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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他们既将好礼物 因这两句地下语呼应 救主使我既族赐 救主使我既族赐 求族赐 恭喜你既族赐 祝赐 求族赐 祝赐 父赐 祝赐 盛祝赐 路不在门 能当世界上过去 望旧灵魂敬主神 不再需要新关照 有祖荣耀有幻灵 让我们欢迎张力牧师 来进行我们的洗礼仪式 哈喽 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每年靠近圣诞节 我们都会很欢喜很快乐的 为一些愿意接受洗礼的 小朋友也好 成人也好 来进行这个的圣礼 那么我们现在来进行 这个幼喜的洗礼 我们就请John和苏莹 把他的小baby Jasper带到前面来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 洗礼是绝书基督恩典中的 一种外表及看得见的记号 借着这恩典而分享 祂的人意必承受 祂永生为祂的后世 凡接受这一个圣礼的人 就带着基督门徒的标记 而进入基督圣教会的团契里 我们的主耶稣清楚地表明 在上帝的子民中 小孩子有他们的地位 而这种神圣的权利 是不可被否认的 当记得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上帝的国里 正是这样的人 那么我就有话对 苏尹和John来说 既然今天你们早上带着Jesper 来到这个的地方 领受基督教的洗礼 使他成圣归入主耶稣的教会 因此你们需要知道 在这个孩子还年小的时候 还能够学习的时候 要教导明白洗礼的意义和目的 也要使他学习神的话语 基督徒的生活 那么顺恋他 懂得怎么样敬畏神 懂得怎么样去爱神 爱主耶稣 并且借着你们行为的榜样 尽力引导他 尽爱上帝 服侍我们的耶稣 我就有两个的问题要问你们 你们愿意尊重的应许 负担这种责任 照你们的能力 靠着上帝的帮助 尽这一切本分吗 愿意 你们是否愿意尽力保守 Jesper在教会的帮助及引导下 直到他借着上帝的能力 而接受救赎的恩典 并接受为教会 你负有责任的正事会有吗 愿意 我们一起祷告 全能永生的上帝 圣得爱着耶稣基督 应要洗去我们的罪 从圣体流出宝血 又曾吩咐使徒 圈化万民做门徒 奉圣福圣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永生的神 请你运营我们的祷告 今天你曾应许我们 你要赐福你的选民 要将你的灵浇灌在我们的后裔 要将你的福浇灌在我们的子孙 愿主你悦纳Jesper的父母 赐福受洗的这个的孩子 使他们能够享受 主耶稣你丰盛的恩典 并且能藏在你列所拣选的圣徒之中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何止言 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为你施洗 阿们 我们再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求你使这孩童和年龄增长的时候 使他在你的恩典当中 并在耶稣基督的知识上 都有长进 就是圣灵的带领 使他经历 主耶稣 他成为你真实的儿女 一生忠实的幸福来服侍你 又求主你引导及辅助 Jesper的父母 使他们用爱心的教育 智慧的教导 圣洁的平行 引导Jesper进入信仰的生活 以仁义为力量 以永远的喜乐 和平的果子 为信仰的生活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就请佩琴姐妹 将这个的洗礼证书 来帮发给他们 所以Jesper今年才一岁 我们应该会看到他长大 就好像你们当年 看着我儿子长大一样 所以这个的小baby 在我们教会长大 长辈们 我们有义务教导他 怎么样爱耶稣 来我们一起拍照 今天早上 我们有一位的姐妹 我们的很熟悉的姐妹 她终于决定要信耶稣 也是因为她来到这个教会 她感受到这里有神的爱 这里有神的喜乐 这个感动很真实的 是她亲口告诉我的 所以她今天早上决定说 我要洗礼 所以我们就请 叶玉明姐妹进前来 那么这个玉明姐妹呢 她是在幸福小组里面 来认识耶稣的 那么就请这个的福长 站在她背后来祝福她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耶稣基督曾 吩咐她的门徒说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奉圣福圣子圣灵的名 来给他们施洗 现在我们要为这位 要洗礼的月一名姐妹 这个人来祷告 求上帝实现 无限量的慈爱 使他借着圣灵更新的能力 匆匆满满的 享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一起祷告 我所不能永生的上帝 凡有缺乏的主 你都补足 凡有苦难的主 你都拯救 凡信主的人 必得着生命 使人必能复活 现在求你赐恩 使耶稣这位将要领受洗礼的人 充满你的圣灵 能在你里面 寻找他的避难所 他的力量 他的智慧 他的喜乐 但愿耶稣终生都重视于你 将来进入你所应许 永存的千国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那么我就有话对玉民姐妹说了 他很感动 那么玉民姐妹 既然今天早上你愿意来到这里 领受这一个的洗礼 我们为你来感谢主 并求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 使你的信心不动摇 使你在慧众面前 也能够看到 也听到你的心声 所以接下来 我就有几个的问题要问你 永存的 玉民姐妹 你是否真实回罪改过 接受并承认耶稣基督 是你的救主吗 我愿意 很大声 第二个问题 永存的 你是否愿意应相信这道而受洗吗 愿意 愿意 这个很重要 你真实相信耶稣基督吗 愿意 相信 这个是我另外加下去的 很肯定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自卑的主 世恩 玉民姐妹 使他一切的食欲尽都消灭 和服圣灵的意念 在他心里面发生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叶玉民 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为你施洗 Amen Amen 来 你就转过头 Amen 我们有花要送给你 你很紧张 他今天很紧张 他第一次站在这么多人面前 来我们就有一小树的花送给他 哎呦 今天你最美 好像明星 好像明星 然后这个证书是给你 然后我们来 我们一起掌声来 欢迎玉民姐妹 加入我们这个的属灵大家庭 我们也感谢神能够借着这个机会来进行这个洗礼仪式 各位弟兄姐妹 今早的读经经文取自于和西亚书第二章一节 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弥 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马 各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欢迎张鹏神学生来证道 好 弟兄姐妹们 主内平安 其实当看到刚才的两个洗礼的时候 让我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其实刚才的这两个洗礼 以及牧师所说的话 就回答了我这个题目的问题 and I believe that during that baptism ceremony has answered this question 就是谁可以这样爱我 which is who will love me this much 就是我们的神 which is our God 那今天呢 我最近呢 看了一本小说 这本小说的名字叫 谁可以这样爱我 and recently I read a novel called Redeeming Love 那这个小说的主人公呢 她的女主人公呢 她的名字叫安琪儿 and the heroine of this novel is called Angel 然后她是一个 明确的指示戒系词 那表明呢 就是这个孩子 就一定是他 或者一定是何西阿的 那到了第六节呢 这个指示戒系词就没有了 然后只有一个副词叫 那这个就是 又再仍然的意思 这只能看出 就是革命能再一次的怀孕 但是无法将这个怀孕的 和和西阿 有产生任何的联系 那到了第八节 连这个副词都没有了 其实这个和和本的 我们看到的这个又 其实它在希伯来原文当中 是没有这个词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 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经文文本 它来暗示 就是第二个孩子 第三个孩子 它不是和西阿的 是戈灭从淫乱当中所生的 然后在和西阿说的二章四节也说的 我不怜悯他的儿女 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 也就是说 其实就是戈灭跟和西阿结婚之后呢 戈灭给和西阿戴了一顶绿帽子 然后不但如此呢 在之后戈灭又离开了和西阿 他就找了他的情人 甚至他沦为了一个妓女 但是即便如此呢 神仍然去来命令和西阿说 你再去爱一个妇人 就是他情人所爱的 就是神命令和西阿重新接纳一个 已经就是给他戴了绿帽子 已经有了外遇 然后已经沦为妓女的妻子 很不合理对不对 但和西阿再次地顺服了神的命令 并且他又花了十五舍克勒的银子 和一赫美尔半的大卖 就将和西阿又重新赎了回来 那和西阿付出的代价呢 大概就是一个奴隶的价格 所以和西阿又再次地接纳了革命 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和西阿其实体现出 他的爱是坚强而温柔 他的爱也是坚定不移的 他的爱也是不离不弃的 那时让和西阿取一个淫乱的妇人为妻 那纵使就是被这个淫乱的妇人所离弃 但是神仍然叫她来挽回 并且重新接纳她来做自己的妻子 那神借着和西阿的这个婚姻呢 就是让和西阿作为神的先知 让她体会到神的悲悯 就以色列人就像戈灭这样的妇人 淫妇 以色列人拜偶像的行为呢 就像犯了鼠林上的奸淫 和西阿书一章二节说 因为这地大行淫乱 离弃耶和华 那这地呢 就是指整个以色列的地 这片土地的本来是神赐给 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 那以色列人呢 他本来应该圣洁的生活 在这片土地上 过着敬拜神的生活 忠心地履行着与神所立的约 但以色列人却犯了拜假神的罪 他就敬拜他四周的异教的那些假神 特别是迦南人的神巴利 那巴利是掌管这个雨水的 然后每逢他这个国中呢 就以色列出现了这个干旱或者饥荒 他就一再地转向来求助巴利 而不是回转来求助耶和华 并且那些异教的崇拜当中啊 常常包含着各种这种肉体的 那以象征就是生殖繁衍 那为了进行这些仪式呢 那神庙当中呢 就预备了男庙祭 还有女庙祭 因此不管是在实际的意义上 或者是在象征的意义上呢 就是拜五相都等同于淫乱 那以色列这种肉体上的淫乱呢 以及属灵上的奸淫呢 就破坏了这个圣约上的关系 离弃了神 违背了他们曾经与神所立的约 所以神才说 以色列大型淫乱 离弃耶和华 因此神借着为 这三个孩子所起的名字的含义 因此神借着为何西阿姨及哥密的这三个孩子 所起的名字的含义 来审判以色列的淫乱 那神为何西阿所起的第一个名字 叫耶斯列 那耶斯列呢 其实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那曾经呢 耶书在这里犯了杀人流血的罪 在列王纪下九章七节说 神命令耶书说 你要击杀你主人雅哈的全家 我好在耶喜别身上 身我仆人众先之后 耶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 本来神使用耶书呢 是为了为那些被耶喜别 谋害的众先之深渊 所以原来神使用耶书 并借此除掉他们所供奉的巴利 但耶书呢 却滥杀了许多 神没有吩咐他要去消灭的人 包括亚哈谢王 以及他的四十二个亲属 那耶书这么做的目的呢 他就是为了来夺取王位 并且巩固自己的统治 所以看起来耶书 似乎是为神大发热心 但实际上他做这些最大的动力 就是自我利益所驱使的 他看似在侍奉神 却是在满足他自己 并且他并不是在敬畏神 他并没有敬拜神 而是去拜金流毒 所以耶书的行为呢 就成了以色列人 行为的缩影 所以就看似经文神 实则为自己 因此神就借着耶书 以色列这个名字负面的意思 神驱散 来宣告 因这以色列人民的恶行 审判将至 那到时整个以色列国将灭亡 以色列人将分散各处 那哥们也生下的第二个孩子呢 神给他起名叫罗路哈马 那罗路哈马呢 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 曾经是神如此地爱以色列人 神与他们立约 然后为要怜悯和恩待他们 但以色列人却拒绝了神的爱 离弃他并破坏了约 因此呢他们就失去了神的爱 那神也借着罗路哈马 这个名字来告诉以色列民 他们将失去神的怜悯 那哥们也所生下的第三个孩子呢 神给他起名叫罗阿米 就是非我民的意思 曾经的神与以色列人立约 耶和华是他们立约的神 以色列人是立约的民 然后在西奈山的神 借着摩西来向以色列人来 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因此我的子民是一个尊贵的神分 就体现出神的约和神的爱 所以这个约其实是需要立约的 双方人都要去来遵守的 就是以色列人要去来听从神的话 遵守神的约 但以色列人却没有这样做 他们单方面地破坏了这个约 他们也就放弃了神的子民 这个尊贵的身份 所以不是神弃绝了他们 而是他们自己亲手放弃了 这尊贵的身份 这真的是莫大的悲哀 因此神就借着罗阿弥来提醒以色列人 既然你们不愿意 不珍惜 甘愿放弃神子民的身份 那你们也将失去耶和华 神又借着他起的这三个名字 也就是耶斯列 罗路哈马 罗阿弥 然后以象征的意义 就一针剑写的来指出 以色列人所犯的罪 他们离弃耶和华 他们不再仰望耶和华 他们没有求神的怜悯 反而他们去求告巴黎假神 然后他们丧失了圣洁 他们对神不忠 就与淫妇无益 那神以这三个名字来宣告 对以色列的审判 但审判其实并不是神的心意 因为神是慈爱的神 神是怜悯与顾念他们的神 神借着审判只是能够让以色列人 警醒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且能够回转 所以曾经以色列人就破坏了 这个与神所立立的约 使他们与神的这个关系不复存在 但神却要应许 祂要恢复这样的关系 神说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在那里 必对他们说 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神也赐予了这三个孩子的名字 新的含义 那耶稣列不再成为屠杀和审判之地 那如今呢 神舍弃了耶稣列这个负面的意思 反而取了正面的含义 也就是神栽种的意思 神播种的意思 那神将欢喜地把他的子民 栽种在自己的土地上 叫他能够来茁壮地成长 神也重新将分散在各地的以色列民 再次的聚集在一起 合成一起 来彼此的联合 接着神说 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弥 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马 那罗路哈马会变成路哈马 其实这个罗的希伯来文 就是罗 就是不的意思 所以罗路哈马就是不蒙怜悯 那把这个不去掉 就从不蒙怜悯变成了蒙怜悯 那罗路哈马就会变成阿弥 也就是非我民变成我民 那这些新名字呢 就反映出了以色列人与神的这种新的关系 曾经那些拜偶像 犯了属灵的奸淫 破坏了神的约 不认识神 失去神怜悯 失去神子民身份的这些以色列人 在将来的一日子 将重新地成为永生神的儿子 那纵使以色列人拜偶像 犯了属灵上的奸淫 但是神不曾离弃他们 就纵使以色列人 被约不认识神 但神仍然想方设法地 来使以色列人回转 这就体现出了神的慈爱 不但如此 在荷西亚书的第二章的 十四到二十三节 就是神与荷西亚的对话当中 然后神就 对话当中 我闭这个字眼 就一直重复不断地出现 让我们看到 神对以色列人的六个应许 神与我必劝导 来开始 神没有强迫他的子民去爱他 相反的 他来劝导他们 就是像追求他所爱的人一样 就是神透过他的道和他子民 和在他子民中赐下各样的恩典 对他们说安慰的话 那新人呢 神曾领他们穿越了那个旷野 并在西乃山取了他们 那在末后的日子呢 他也会在旷野与他所爱的会面 并领他们进入他的土地和他荣耀的国度 那第二个应许呢 是我必赐 那耶和华就保证那些 被分散在各地的以色列人 他必将归回到他们的故土里 重新复兴 那神再一次地把那个名字的意思来改变 这一次改变的叫雅各国 雅各国的意思就是连累的意思 那雅各国呢 就是雅干在盗取了神的物 连累以色列军队战败的地方 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说呢 这是一个羞辱的记号 然而神将会将这个羞辱的记号 从以色列人的脑中来洗去 然后这个雅各国将会变成指望的门 然后以色列人呢 就能穿过他们开始新的生命 那第三个应许呢 是我必除掉 神宣告要在他的子民当中 除掉那些拜五项的事情 然后以色列人呢 必称呼神为医师 不再称呼神巴利 也就是不再提猪巴利的名号 那其实 那其实 这个词呢 这个词的希伯来文的意思 就是我父的意思 然后巴利是我主的意思 那这两个称号其实都是以色列妇女来称呼丈夫的称呼 但是因为巴利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假神的名字嘛 所以在将来的国度里每个以色列人都将称呼神为我父 因为他们与神的婚姻关系将得以恢复 他们不再与偶像行淫 只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 那神的第四个应许呢 那就是我必聘为妻 那神对以色列人的追求呢 最终会令以色列来接受他 并跟他建立一个永不终止的立约的关系 那这个新的预言呢 将包括所有的受造物的复兴 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和平 然后结婚的礼物呢 就包括各样的福气 比如公义啊公正啊爱啊怜悯和忠诚 这一切都是以色列在与他丈夫耶华神分开的时候 那些年日里所缺乏的 那第五个应许呢就是我必应允 就是耶和华将向天和地说话 天和地都彼此来应赫 因应允为神的子民来带来福分 天将降雨地币生产 耶和华会赐下丰富的赐福 那最后一个应许呢就是我必种 那最后一个应许呢就是我必种 然后神对他们说你是我的名 他们就回应你是我的神 就是神再次来带领以色列人来回顾 就是神透过更改 荷西亚和哥面这三个孩子的名字的含义 来告诉以色列人 神与他百姓的新关系就是 他们所有人都将成为永生神的儿子 那这些应许何时实现呢 那以及罗路哈玛几时变成路哈玛 罗阿米几时变成阿米呢 其实早已经实现了 在耶稣基督将士宣告那大喜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就已经实现了 那关于耶稣基督将士的信息呢 明天牧师会给大家来分享讲解 大家记得明天都要准时来参加 所以关于耶稣基督将士的信息呢 我们将来明天讲解 这是一个预告 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分享当中 那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说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那这里的他就是指耶稣基督 那就是当我们相信基督 然后邀请他住进我们新房的那一刻 我们就成为了他的儿女 神的儿女 然后我们就蒙了神的怜悯 约翰还说他说 你看父赐给我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这正是出于神对我们的爱 使我们的身份才能从一个罪人 变成了神的儿女 这正体现出了神何等的慈爱 神是如此地爱我们 但是我们却常常跟我们刚才所分享的 以色列人一样 对神的爱却视而不见 就像神对以色列人的责备 在荷西亚书的二章八节 她不知道是我给她五股辛酒和油 又加增她的金盈 她却以此供奉巴利 就是神是如此地供应 他的百姓赐下日用的饮食 满足他们物质金钱的需要 但他们却不单没有为此而向神来感恩 反而去感谢假神 就是感谢巴利 甚至他们会用真神所赐的东西 去来侍奉假神 这就相当于丈夫来供应妻子 然后妻子却拿着这些东西 去来倒贴她的情妇 so this is equivalent when a husband providing for his wife but the wife use it to support her lover 这是何等的忘恩负义 这是何等的可耻 and this is very ungrateful and very shameful 就神赐给我们 努力赚钱的 努力赚取的财富 谁也赐给我们生命 得以享受各样的福气 谁也赐给我们 每日丰富的供应 and God gives us the ability to earn wealth and He even give us the life to enjoy various blessings 但我们却常常将这些归功于我们自己的能力 甚至归功于运气 甚至归功于那些假神的能力 但是却单单地不归功于我们的神 而这些潜意识里面的想法 就使我们忽略了神对我们的爱 但是当我们不顺心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的想法没有被满足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对神产生抱怨 或者质疑神对我们的爱 从而使我们就离神越来越远 殊不知神是如此地爱我们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 所以当我们享受着神的赐福 却无视神的恩典 这种行为就是正与败偶像无益 所以弟兄姐妹们 其实我们常常跟 就最开始小说里分享的 那个安齐尔一样 他看不到迈克尔对他的爱 我们也常常跟哥灭一样 不珍惜和西亚对他的爱 我们更跟以色列一样 离弃神的爱 就是来追求巴黎 and we are even more like Israelites forsaking God's love and pursuing Baal 但是迈克尔没有放弃安齐尔 but Michael never gave up on angel 和西亚没有离弃哥灭 and Hosya never abandoned Gomer 神也一直在挽回以色列 and God has been keep redeeming Israel 而这些就是源于神对我们的爱 and this all comes from the love of God for us 除了神没有人可以这样地爱我们了 and no one can love us like this except God 在罗马书说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有感作的 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就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in the book of Rome chapter 5 verse 7 to 8 it says that very rarely will anyone die for a righteous person though for a good person someone might possibly dare to die but God demonstrates his own love for us in this while we were still sinners Christ died for us 所以在圣诞节即将来临之际呢 让我们好好地来思想神的爱 so as Christmas approaches let us think carefully about God's love 让我们好好地来数算神的爱 and count God's love for us 愿我们都能发出这样的感叹 就是原来神是如此的爱我 and may we all be amazed by how much God loves us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谢谢你能够借着 荷霞和歌灭的故事来跟我们讲话 Yer Lord thank you for speaking with us through the story of Hosea and Gomer 谢谢你让我们看到 你是如此地爱我们 and thank you for allowing us to see 天父也求你能够来赦免我们的罪 and dear Lord may you continue to forgive our sins 只要我们常常经历着你的恩典 我们却不知 because even though we often experience your grace however we choose to be blinded by it 我们甚至把它归功于我们自己的能力 and oftentimes we attribute all the grace that you bestow on us to our own ability instead 归功于运气 and even attributes to luck 求主能够来怜悯我们的软弱 may you continue to have mercy on our weakness 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 能够常常地来回想你所给我们那些爱的经历 and help us so that during our weakness that we were able to recall your love to us 让我们能够常常地记得你所赐给我们那些恩典的经历 so that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amount of times that you have bestowed your grace on us 主爱让我们在圣诞来临之际 让我们来看到你是如此地爱我们 圣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 叫我们不知灭亡反的永生 and dear lord as christmas approach may you continue to help us so that we will remember how god you have blessed us with your begotten son so that we will not be perished but to have eternal life 天父请你带领我们 每个人都能够宣告说 天父你是如此地爱我们 may you help us so that we will all declare how much you have loved us god 也求主能够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也能够来使用每一位弟兄姐妹 成为你爱的器皿 也将你的爱能够去分享给更多的人 may you continue to bless all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may you continue to bless us so that we will become your vessel of love to other people 也求你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以及他们的家庭 and may you continue to bless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including their families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我想在这人世间 唯有耶稣的爱能对我们不离不弃的 and I deeply know that in this world only God's love will never forsake us 我们不好的时候 祂还爱我们 and when we are in bad condition He loves us 好吧 我们一起站立 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congregulation let us remain standing and sing responding hymns Jazz 走过西辗人群 踏遍海角天涯 找不到一 lookout 爱向耶稣 他无法隐 他怀抱我灵 这不脱颖 不就会把你爱情 爱到为我降生 爱到为我收拾 爱到你许我一 一切软弱 他肉身呼唤 他耐心等候 永不停息 无悦无悔的爱情 你要为何对我这么好 那不好的爱 还听我每个祈祷 我在宁静清晨 我在伤心眼里 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虽然不配他爱我 如同珍宝 自己三岗还爱神 祝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 爱到为我降生 爱到为我收拾 爱到提醒我一切软弱 他把柔身呼唤 他耐心等候 他耐心等候 永不停息 不怨无悔的爱情 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虽然不爱你 也听我每个祈祷 我在宁静清晨 我在三星夜里 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虽然不配他爱我 我虽然不配他爱我 我如同珍宝 至今三岗还爱神 祝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 祝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虽然不爱你 还听我每个祈祷 我在宁静清晨 我在三星夜里 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虽然不配他爱我 如同珍宝 至今三岗还爱神 祝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 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你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交通引导 参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从今时直到永远 在我们的祈祷的恩惠 爱我们的父亲在祈祷 和圣灵的祈祷 在我们永远再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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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